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幾何光學光的折射現象 我是台北市立陽明高中張志勇老師 這段影片裡面會為各位同學介紹一些光的現象 然後還有光的折射到底發生什麼事 最後是光的折射現象的應用 在這段影片裡面我們會推導一個折射定律 請同學耐助性子有些數學的推導把它看完 好,接著我們來看奇特的光現象 是否生活中有看過 吸管插到水杯裡面看起來就像斷掉了 或是畫面上這樣三寧鏡把光變成彩色的 或者是看到彩虹 這段影片會為各位同學介紹彩虹是怎麼讓你看到的 好,首先讓我們看光的折射 畫面上就是光的折射現象 我們知道光從空氣入射到水中 在不同介質的時候就會產生折射現象 好,那就偏折下來了 原本的入射光以虛線表示 實際上的折射,抱歉 原本的入射光的方向以虛線表示 折射後來的光線呢 以實線來表示 我們發現它偏折了 好,為什麼會發生偏折呢 我們可以這樣來思考 我們把光線想像成一台車在前進 那不同的介質呢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高速區跟慢速區 好,那當我車子慢慢前進的時候 通過介面的那個時候 我們看到車子的右前輪已經進入到龜速區 左前輪還在高速區 因此兩個輪它的速度不一樣 它就發生了偏折 我們就發現它往下偏折了 這就有點類似光的折射往下折下來 同學,那反過來想呢 如果我的光是從龜速區到高速區 慢速到快速,一樣往前開 通過交介面的時候 右前輪先進到高速區 因此速度比較快 所以當我車子繼續前進 就會發生了偏折 好,這就是我們光的折射現象 好,那同學就有困擾了 老師,有的時候偏向法線 有的時候偏離法線 我要怎麼判斷呢? 所以請看到畫面上的左邊 好,我們發現 如果從慢速到高速的話 我們發現 慢速的地方夾角比較小 高速的地方夾角比較大 我們看畫面右邊 法線畫出來是不是也一樣呢? 快速的地方夾角大 慢速的地方夾角小 所以同學,以後 其實你可以不需要被偏向法線 或偏離法線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幫助你去記憶折射 就是速度大的地方 角度就大 速度慢的地方角度就小 這樣是不是好記多了呢? 好,回到我們原本的折射現象 好,法線畫出來 這個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角角 我們就稱為入射角 那下面那個角 反射線跟法線的角角 就稱為 抱歉 折射線跟法線的角角 就稱為折射角 因此我們發現 快到慢的時候呢 我們的光速快 常到光速慢 是折射角 小於入射角 角度變小了 因此偏向法線 有沒有速度快 角度大 速度慢 角度小 偏向法線 這樣就可以判斷出來了 好,接著讓我們看一些動態的畫面 如果我的光線 從介指一傳到介指二 他們介指中的光速分別是V1跟V2 好,注意囉 如果我慢慢增加入射角 也就是圖上的Sita1 那我的Sita2會怎麼樣 請看畫面上的圖 讓我Sita1漸漸的增加 Sita2是不是也漸漸的增加 好,再看一次 當我的Sita1慢慢的增加 我的Sita2也會漸漸的增加 那請問 這兩個角角之間 應該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吧 當我變動 它也跟著變動 所以兩個之間應該有一個特殊的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Sita1跟Sita2應該有什麼關係 這也就是我們的折射定律喔 來,請看 我們把畫面上的圖放大 如果我們的光線實際上是移速光線 是有寬度的 那畫面上我們的入射角 跟折射角 Sita1跟Sita2分別畫出來 好,接著 讓我們來幻想一下 光波前進的時候 波前跟傳遞方向垂直 所以,當我們慢慢往前傳 波前通過界面的時候 也是跟著一樣 因為光入境方向產生偏折 波前也跟著折下去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最關鍵的位置 開始交界通過界面的時候 我的波前慢慢地傳過去 變成這個角度 好,那我們來定一下 假設 原本的波前叫做AB連線 完全通過界面後 折射後的波前叫做A'跟B'連線 欸,這些點之間 應該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我們發現 光通過界面 就會花了ΔT的時間 是相等的 這道波前 完整通過了 花了ΔT的時間 好,那我們來放大來看 所以我們知道 好,這邊就是入射角 這邊就是折射角 然後 這個角就是90-Sita1 那上面那個B的角呢 是垂直90度 因此左邊A的角 這個角就是 Sita1 同理 界值2呢 下面B'的角 這個角也應該是Sita2 好,接著我們知道 光線從B到B' 花了ΔT的時間 而界值1的速度叫V1 所以這一段距離 就是V1乘上ΔT 好,那A跟A'呢 這段距離是不是一樣 花了ΔT的時間 那在界值2的前進 所以是V2乘上ΔT 好,那我們來找找看 V跟ΔT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我們知道 B'剛剛所推導的 B'叫V1T 那A'叫V2T 好,那兩個三角形有一個共用的邊 叫AB' 也就是界面的那條線 上面的三角形 的Sinθ1 就是斜邊分之對邊 AB'分之BB' 下面的三角形的Sinθ2 一樣,斜邊分之對邊 所以它的斜邊就是共用邊 AB' 它的對邊就是AA' 那我們剛剛說過啦 其實 把它移向之後就可以知道 AB'就是Sinθ1分之BB' 第二個也是一樣 移向之後就可以知道 Sinθ2分之AA' 那我們現在知道 其中等式裡面的BB' 是不是就是V1ΔT 而AA'就是V2ΔT 好,所以我們把這個等式把它代換掉 把它變成有V的形式 同學,你們有沒有發現 運算到現在 我們已經找到了V跟θ之間的關係 好,那我們簡化一下 什麼可以消掉 好,ΔT可以消掉,對不對 所以我們移向之後 把ΔT消掉 我們就可以得到 Sinθ1除以Sinθ2 其實就是V1 所以V2 所以我們Sinθ的比 其實就是我們速率的比 所以再次證明我們剛剛說的 速度越快,速度越大 角度就越大 所以請看喔 我們速度越快,角度就會越大 因此 這就是我們的折射定律 這就是我們的折射定律 所以光會有折射的現象喔 這是我們的折射定律 好,接著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光的一些折射的現象 例如白光通過三寧鏡 會變成彩色 為什麼呢? 其實啊 這是因為每一種色光 白光 白光其實是由七彩顏色 各色光顏色混合成的 那其實白光通過了界面之後 產生的折射呢 紅塵黃綠卵電子 其中的最紅光跟紫光 它的偏折角度會不一樣 而紅光偏折最少 那紫光的偏折會最多 因此我們就看到色散的現象 各色光被散開來 色散的現象 好,那這個現象呢 也就是彩虹產生的原因 為什麼呢?請看喔 當我的白光通過下雨過後 潮濕了天空的水滴 那白光一樣進入水滴後會產生 折射現象 因此這個時候我們的光線就射入 那我分成紅光跟紫光來分析 好,我們先看紅光 紅光偏折角度較少 因此折射進去 在水滴的背面反射 出水滴的時候又再經過一次折射 好,接著 這是紅光的射出水滴的樣子 那紫光呢 紫光在第一個折射的位置 偏折比較多 因此角度就不一樣了喔 光就散開來了 再經過反射 再經過射出來的折射 角度又散開更多了 那其實啊 我們研究過 其實折射過後的光線呢 在甲角42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最強烈的紅光 再跟水平線、地平線 甲角40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強烈的紫光 紫光會看得最清楚 好,也因此我們就看到彩虹了 你說老師,這樣怎麼看到彩虹 一滴水珠當然看不到彩虹啊 因為下雨天的過後 我們佈滿了水珠 天空中佈滿了水珠 因此只要太陽光光出來了 有光線出現 每一道水珠都會產生 剛剛的折射光線出來 彩色的折射光線出來 只要你走在上 往前進 你抬頭一看 你發現 在40度的時候 你會看到紫光 那你的頭再往上 往上仰角抬出去 在42度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紅色的光線 所以 你由這個圖就可以知道 你所看到的彩虹 紅橙黃綠藍電子 由上往下 其實是不同的水珠所發出來的 所以你才會看到一道彩虹 事實上那是一片都是水珠 讓你看到彩虹的現象喔 好 以上就是我們折射現象的應用 那這段影片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同學